哈喽大家好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下来了 我发现我老姐在建了很好 你看玻璃 大门这些都搞好了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很 挺好的玻璃 我们装的房子都是那两边 都透明的玻璃哦 我老姐他们装的像那个酒店的那个玻璃 我开始 我退一会来看我自己可以当镜子 你看它这个玻璃 我们的玻璃是里外都可以看到的吗 它这个玻璃 这还可以这样拌开啊 对啊就是可以 它这个玻璃是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从外面是看得进去的 看到里面的 我老姐他们这个房子的面积 特别的康 一层都有 多少平方呢 200多平方一层 200多平方一层 我先从路面被 那边被窗户 那边被窗户 这个门是木头的吗 真的啊 这不是哦 玻璃啊 全部好玻璃啊 但是很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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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窗户呢 你只要全部关完 外面也看不进来 如果你是有一半开一半 一半那个 如果你全部关完了 那样不会进来 对他们要 哦对 然后这样子全部关了 密了 密封起来 然后外面看不进来 那开一边他们就进来 就是这样光进来 就有看到 这么多 你看你看这么大个厅 这是厅 哇这个厅 比我们现成厅 那个房子那样大了 这样就20 20 60啊 60啊 60 60个平房 像一个房间 这还要爬一点 因为上面有都飘了 外面有飘了一米多一点 上面还要爬一点 只有十两个房间 没有 这里一个房间 这里一个房间呢 这里一个房间呢 这里一个房间 大有一层间 每个房间大有一层间 其实我认为他们这个房 在我们住里面是起的比较先进的 有一个房间 像我们之前习的那一层房 这里的房间 每个房间都没有 越建越先进的 越建越会建的 就是 浩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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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玻璃多少钱啊 这个啊 二斤 我得一个土花 那它土花 那这里要多少钱 然后那个要更贵一点 那光玻璃这要多少钱 光玻璃啊 玻璃就 差不多十万块钱 那一栋 一栋 四层 大门跟那个厕所 跟那个房门也十多万 好像就是两样子 哇 这十栋 几十万 这那餐厨物 来 这里一个十多间 这里的公用卫生间 难道公用卫生间 就不要门吗 这个这个干嘛 还要搁啊 这里还要搁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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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目前没搁开啊 这里还要搁一个啊 这是公用卫生间嘛 哇 这么大个 哇 这个 这个房间 你看 四十平方 你看 四十个平方 一个房间 哈哈 哈哈 你别坐两个房间 他主播就大一点 嗯 他说 看他怎么弄 他说 两个 两个 这个门也好高档 这个门是 一万五 就一万五 然后 之前还是想 不要那个门头门住的话 就八千多块钱还是怎么 后面就家 家这个门头门住了就 一万五 本来要是装修好的话 搞好 一百万要不要 应该要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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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两百多平方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八百多平方 差不多 是两百多 加起来 整一栋楼就是 一千个平方 一千个平方 一百万 下面更宽一点 因为 因为这景色厂 下面都利用起来了嘛 一百万还是随便 就是 大概估计一下 估算一下 如果装更好的话 就不止一百万 我老姐也要搞一个那种 像一个别墅那种感觉 然后这里做个面子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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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铁的布栏 提过来 装个大门 大门 很高档啊 大门在这个位置 嗯 像整栋吗 都会面子 就是 哈哈 一开始没有起的时候 觉得这栋房子很好看的 等那边起来之后 哎呀 就是不一样 差不多 这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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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那个时候不要起 这栋房子 再起就好了 现在那个房子又来讲我们这个房子了 哈哈哈 现在看那个洞 不方便 你把它捧住 捧住 那那边就可以 搞个 吃饭的地方啊 你中修好了其实都好了啊 嗯 中修好了就好了 但是没中修 要真的搞 搞个吃饭的地方啊 或者搞个小栋房啊 不想到下面做栋房啊 下面做也可以啊 下面做也可以啊 下面信号都没有 哈哈哈 下面信号都没有 哈哈哈 你还在画的文件 都圆网了呀 那时候就要用微信 哈哈哈 这个圈里就可以了 بين这个圈的 yup 那么还是不是 你那边才对这个圈里啊 是谁呢 还是她呢 风车烧烂干了,人家都没有 狮子 我只能把我打破了 全部都在我打破了 我只是在我打破了 我打破了 打破了 我打破了 等一下 又不在我來哪 不可能